第403集 其他人都走了 吴奎山精神力陡然释放了出去 瞬间在大厅四周布下了一层精神力屏障 郑明洪微微挑眉 沉声道 吴奎山 你想说什么 吴奎山此刻坐了下来 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意 没理会郑明洪 而是示意方平到他身边坐下 等方平坐下 吴奎山轻笑道 你啊 太年轻了 有时候要谋而后动 事情不能太着急 这事其实可以缓而图治 再等等 等我们抓到了赵羽和邪教勾结的证据 人赃并获之下 直接抓着赵羽杀到商务部 而不是找这两家协商 懂我的意思吗 也不用闹得太轰动 不用人尽皆知 为了平息事端 很多事可以慢慢谈 卖点股份而已 算得了什么 魔物的这些股份 价值大概也就七八百亿 对两大公司而言 小钱 方平连连点头 又道 我就是觉得太耽误时间了 耽误点时间没什么 该忍的时候 要忍 吴奎山 这里不是魔物 你要教学生 等回了魔物再教 郑明洪皱眉 一脸的不满 吴奎山笑了一声 点头道 好 那我就不教了 这样吧 郑明洪 孙乐青 魔物的股份 和方平手中的一些 丹药公司股份 你们回购 不用现金 给我们提供价值 两千亿的丹药和兵器就行 成本价 场中安静的下人 开什么玩笑 方平也一脸懵 吴白头很牛叉呀 这就是他说的强 的确是强 两千亿成本价的丹药和兵器 两大公司卖出去 恐怕要近万亿了 这比强都要牛叉 更关键是 你嘴炮一句就行了 当然 方平知道 吴奎山肯定是有这底气 关键是 这种底气来源于何处 就魔物那点股份 别说提供两千亿成本价的资源 给个八百亿 方平都觉得赚了 郑明洪冷笑道 吴奎山 你是没罪行吗 还是你觉得 自己太闲了 兵器公司老总孙乐清 也轻笑道 吴校长 你不觉得有些过了吗 说着 孙乐清又道 这样吧 事情到了这地步 你们魔物是注定要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既然理念不合 我们也不拦着 股份回收 两百亿 如果不要现金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市价五百亿的资源 吴校长 这算是破例了 你应该知道 能给出这样的代价 已经是我们的极限 此刻其他人都走了 孙乐清也不再和刚刚一样 人少了 其实才可以谈条件 方平之前弄了这么多人过来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逼迫两家 反而不是好事 两大公司就算妥协 也绝不会在人前妥协 吴奎山笑了笑 开口道 不急 听我说完 两千亿不算什么 也许听完了 你们觉得两千亿都太少了呢 郑明洪心中微微有些不安 低沉道 好 那我倒想听听你要说什么 方平一脸好奇 一声不发 默默等待 吴奎山到底会说什么 吴奎山却是一脸的云淡风轻 淡淡道 留种计划 也许可以这么称呼吧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定位的 这个够吗 当吴奎山前面四个字一出 证明洪二人脸色大变 何止他们 吴川脸色也聚变 陡然喝道 吴奎山 你从何而知 哼 果然都知道啊 吴奎山悠悠的声音响起 玩味道 我推测出来的 你们信吗 三人脸色难看的下人 一旁的陈耀廷和李老头 也都脸色冷肃 一言不发 方平和王金阳有些疑惑 却也仿佛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吴奎山依旧玩味的笑着 轻轻胆了胆腿上不存在的灰尘 笑道 哼 两千亿 不多样 别逼我们 我们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另外 魔物不是乞丐 二位要是做不了主 那就找 做得了主的 郑明洪脸色冷力到了极致 严肃道 吴奎山 你要为你说的话承担一记后果 吴奎山 吴奎山忽然一掌拍落 身边的茶桌瞬间粉碎 此刻的吴奎山脸色也同样冰冷 刺骨的寒意让大厅都变得阴寒起来 我自然会副作 哪怕死 我也只会死在地窟 绝不会死在逃亡的路上 吴奎山说的质地有声 接着陡然愤怒到了极致 阴森道 我们是牺牲品 可哪怕牺牲 也绝不是为了你们 我们为的是那些被抛弃的人类而战 为的是自己而战 邪教教而不灭 那些九品决颠 真的在意邪教吗 这些年来 你们真以为我 一无所知 别逼我 真的 千万别逼我 老实人也是有怒火的 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告诉我 到底为了谁而战 为了所谓的种子和精英吗 凭什么 吴奎山怒意薄发 大厅中狂风暴起 方平和王金阳不由自主地倒退术步 我五大师生 死了多少人 进步战士 多少人命丧地窟 死在地窟 葬在地窟 如今 我们连自身修炼都无法满足 还要看你们的眼色 凭什么 为了一群 从未入过地窟的精英 可笑 有本事 别把大家都当傻子 都当白痴 很多人知道 可他们不说 不想说 不愿说 可我吴奎山不怕 方平不敢做的事 不能做的事 不代表我吴奎山做不了 二位 两千亿 这是我五大师生 用鲜血换来的 但凡敢说一个不字 我吴奎山不死 有些事 别怪我不顾所谓的大局 吴奎山此刻强势到了极致 霸道到了极致 郑明洪几人脸色 也难看到了极致 一旁 陈耀廷悠悠道 果然不出我所聊 也罢 京南五大就不敲竹杠了 二位共享一些技术 以后京南 就自己自产自消了 南五一世 王金阳尽管不是太了解内幕 可这一刻 不妨碍他为南五争取利益 混账 郑明洪一声怒斥 结果话音刚落 下一刻 一道金芒 要两天地 一双铁掌 无声无息地 拍中了他的脑门 一声微弱的清香传来 郑明洪脑袋直接塌陷了下去 血肉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彻底成了骷髅头 吴校长 吴川一声爆喝响起 一旁的孙乐清 一惊大口 瞬间就要逃离此地 吴魁山却是笑呵呵地收回手 淡淡道 祸从口出 你郑明洪 也敢跟我吴魁山叫笑 让你爷爷来找我 你算个什么玩意儿 此刻 骷髅头上忽然出现一些崩裂声 金灿灿的颅骨上出现些许裂痕 下一刻 血肉滋生 片刻后 郑明洪的样貌重新恢复 脸色却是惨白 视线看向吴魁山 郑明洪惨笑道 吴魁山 我倒是小觑你了 外界都说你 吴魁山九品难登 我看不见得吧 他没有纠结刚刚被吴魁山一掌拍裂筋骨的事 实力不如人 他刚刚一身混账 也激怒了吴魁山 此刻再说这些无用 至于杀他 吴魁山不会 也不敢 何况吴魁山还在这儿 吴魁山也杀不了他 可小城大界 吴魁山一掌就将他击伤 这事儿没办法说理去 除非真的要爆发死战 吴魁山收手 正要逃离的孙乐清也停了下来 脸色阴晴不定 吴魁山也只是呵斥一声 却是并未阻止 此刻也没有再说 吴魁山笑了笑 轻声道 九品自然是难 可就算不入九品 你们这些人 还入不得我吴魁山之眼 二位 该说的 我都说了 两千亿的丹药和兵器 回头送到魔物 以后 魔物不再向两大公司 提供任何原材料 放心 我只为我魔物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其他的 我懒得管 如果觉得不甘心 可以让人来找我吴魁山 不过一般的九品就算了 来一味九品绝颠吧 我吴魁山也想见识见识 我人类的九品绝颠 心有多狠 心有多冷 郑明洪二人并不接话 吴川冷冷道 吴校长 事情并未成定论 那也是最后的计划 吴魁山吃笑一声 玩味道 也许吧 当然 真到了那时候 也许我也会同意这计划 不过 我五大学子 难道要成为牺牲品 总要带走一些吧 吴川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我说了 还未成为定论 真到了那时候 绝不可是你想象的那样 九品绝颠也不代表 就可以一言而定 真要如此 我吴川第一个不同意 你反对 有用吗 吴魁山有些比 吴川冷冷道 难不成 你认为这世上 只有你吴魁山 无拘一切 我吴川自然也敢 何况 大部分人并不同意 包括李司令 李司令 吴魁山文言忽然笑道 也是 那就拭目以待吧 说完 吴魁山扭头 看向方平 轻笑道 小子 学着点 跟他们说 那么的屁话 有什么用 直接抢 不给 那就打 打服了这些孙子 自然就用了 郑明洪一言不发 孙乐清一脸无奈 叹息道 吴校长 有些事 我们也并非为了撕裂 你应该明白 明白 自然明白 吴魁山淡笑道 不甘是不甘 可也不是无法理解 可再明白 我不能做事 我魔武师生 注定成为牺牲品 所以 我也没多药 我只是拿回 属于我魔武的东西 郑明洪语气冷漠 你考虑的只有魔武 吴魁山 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 自私 吴魁山淡淡道 是自私 可那又如何 大家都是人 吴大的师生 就不是人类的一员了吗 吴大 没有避战吧 为了资源实力增强 我吴大师生 自然会站到最后 站至最后一人倒下 我吴魁山 只会死在地窟 绝不会死在 茫茫宇宙之中 吴魁山声音 陡然大了起来 死 也只会站着死 郑明洪没再说话 孙乐清也保持沉默 吴川轻声道 我们这一辈 都不会跪着手 吴魁山瞥了他一眼 但笑道 且行且看吧 告辞了 丢下这话 吴魁山直接迈步走出 方平急忙跟上 王金阳也不含糊 马上跟着一起离开 陈耀廷也起身走出 脸色不变 一脸的淡然 等到几人离开 郑明洪陡然爆发 怒道 我郑明洪就是 跪着求生的人吗 我所做的一切 难道都是为了我自己 吴魁山大意凛然 他要当英雄 难道我就是狗熊 田木骂我是奸细 他吴魁山直接对我出手 凭什么 他们有本事找那些 九品绝颠去找个说法 找老子 是老子好欺负吗 哼 老子不干了 谁爱干谁干去 这破事 本就和老子无关 气人太甚 孙乐青瞥了他一眼 半赏才无奈道 你刚刚怎么不说 郑明洪愤怒道 老子打不过他 说什么玩意儿 吴川扫了他一眼 无力道 别跟我说 我不管这事儿 另外 赵羽到底怎么回事 郑明洪恼怒道 我怎么知道 但要公司那么多人 老子难道 每个人都要盯着 吴川脸色一变 哼道 你再扯一声 老子试试 郑明洪瞬间闭嘴 接着恼羞成怒 二话不说 腾空变起 瞬间消失 吴川柔了柔太阳穴 孙乐青见状苦涩道 这首事 那我也走了 魔物这边 还真敢狮子打张口 吴魁山是吃定我们了 吴川哼道 管好你们的人 没有方平这个引子 他吴魁山也不会爆发 我警告你们 我们这些人 可以死在地窟 舞者交战中 绝不会死在自己人手中 下次再有两大公司的人露面 我直接毙了你们 孙乐青一脸无奈 那么多人 算了 多说无意 只能加强防范了 对了 吴魁山要进入九品了 吴川摇头 八品巅峰了 这引火不声不响地突破了 都没告诉任何人 警告你们 少去招惹他 三年前 闯入天门城的那人 可能是他 什么 孙乐青有些震惊 接着忽然想到了什么 宁没到 那他 有九品神兵 吴川威威点头 低声道 三年前 天门树被斩出一节主干 如果是他 那他必然有九品神兵 所以我说 少去招惹这引火 让郑明洪老实认栽 他爷爷真要去找查 被打死了 别说我们不帮手 这 这 孙乐青感觉自己都看不见 要崩溃了 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呀 老的阴险 小的狡诈 吴奎山的老阴火 真要藏着九品神兵 一般的九品 还真未必是他对手 孙乐青 也揉了揉额头 吐气道 知道了 这老小子真能忍 心也够狠 能忍 是说吴奎山 一直没暴露实力 心狠 是老校长那一次战死 吴奎山没有出手 任由老校长去死战 如果他真有九品神兵 实力极强 他出手 可以少死一人 吴川低沉道 他恐怕是想入九品 战天门城主 孙乐青瞳孔微缩 了然道 难怪 真要是为了这个 那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这一次 吴奎山暴露了不少秘密 正想着 吴川忽然笑道 向方平卖好呢 他进九品 什么时候难说 可方平 明白我的意思吗 孙乐青再次了然 苦笑道 明白了 难怪这老家伙 任由方平折腾 然后出来兜底 果然够阴险的 方平那小王八蛋 现在大概是感激体灵 回头就得为他卖命 那可不好说啊 吴川失笑道 方平也不是擅长 忽然 吴川一拍大腿 皱眉道 哎呀 忘了问别的事了 刚刚事情发生的太多 都忘了方平筋骨怎么回事了 还有王金阳的事 现在这几人都跑得没影了 你先回去吧 我猜测的这些 不用上报 孙乐青点头道 知道 那老家伙知道我打校报告 谁知道怎么想 被他坑死了 都不知道找谁报仇去 吴川再度失笑 你明白就好 吴魁山能接任魔武校长 老校长临走前 放心地将魔武交给他 可不单单是因为他八品的实力 老校长本人 不喜欢玩弄这些心机 不代表不明白这些 敢放心地去死战 自然是有底气的 吴魁山在 魔武就垮不了 至于现在被推出来的方平 这小子没到八品之前 别扯什么魔武姓方 到了八品 这小子都未必能阴得过吴魁山